今天第八讲 我们讲撒满教育 少数民族神话故事 这一讲可以分两大块 一个是撒满教跟少数民族神话的关系 还有一块呢 第二个部分是讲撒满教与少数民族的故事 民间故事 两大块 那咱们先讲一讲撒满教与少数民族神话之间的一些关系 在新阳撒满教的各民族中 各类神话往往和撒满教密切相关 撒满教是中国少数民族 尤其是北方的少数民族 神话传承的重要的一个载体 甚至可以说 离开了撒满教 我们就很难对北方民族的神话 进行全面透彻的分析和研究 根据这个北方一些它反映的一些内容 根据这个神话所反映的一些它的内容 我们可以把这个撒满教神话的大致分为天地开辟神话 和这个自然崇拜神话 这个两大类型 有两种类型它有些微妙的一些差别 首先天地开辟神话 这种撒满教神话大多数都涉及到宇宙天地的起源问题 这个问题谈到比较大一些 就是宇宙万物的这样的一些起源 它是怎么起源 大地 天是怎么形成的 大地是怎么形成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 它的核心内容是这样的 这种神话的核心内容就是 某某神灵 某某神灵之开辟天地的历史和过程 它主要讲某种神灵 或什么样的一种神灵呢 开辟天地的它的历史和过程 怎么创造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具体 像我们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叫玉谷祖 玉谷祖的神话里面 有一个神话叫日姆月父 这样的一个神话 日姆月父这样的一个神话中讲 天地刚分开的时候 世界上只有月亮和太阳 世界上只有月亮和太阳 他们是一对情人 太阳和月亮是一对情人 他们是一对情人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有好多无数的牛羊 那些牛羊就是他的那些星星 天上的星星就是他们的牛羊 因为他这个北方民族 他这个生活 大多数是畜牧业 放牧 这样的一些 过着这样的一些生活 所以他的想象 也为他的生活中的一些东西 来比喻天上宇宙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他们的观念中 天上的这个星星跟牛羊一样 牛羊也是在大地上 到处走 所以他这样比喻 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天上的太阳 创造了这个陆地 就是地啊 这个大地 陆地以后呢 日母和月父赶着牛羊 重新回到天上 所以我们看见的 天上的彩虹 正是这个 就是说他们认为是 日母和月父的木辫 辫子 就是放牧的时候用的这个辫子 一条彩虹 是他在这很形象 就是比喻啊 就是他那个彩虹啊 就是像有点像有点辫子的这个形状 所以这些神话就很很生动的讲了一些这样 又通过这种神话的很形象的方式来解释 这个天地万物的一些一些东西 还有一个神话呀 也是于古族的这个神话 这个神话的名字叫神猪 这个神话里头讲到啊 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天地间啊 一片黑暗 这个天地间是一片的黑暗的 天神呢 把这个黄白两颗神珠 扔到人间昭明 这个珍珠的柱子 而他把这个神珠扔到这个人间的昭明 他因为他的天 一片黑暗嘛 这个天地之间都是一片的黑暗 那么他把这个天神呢 为了照亮这个黑暗 把扔了一个 这个黄白两颗这个神珠 这个珍珠 然后 被这个 把这个 这个被一对这个 这个夫妇拿到了 这个神珠 男的拿到了黄的 珠子 这个这个 女的呢拿到了白的 忽然两个神珠呢 连同这对夫妇一起变成了两个圆圆的火球 就是这个这个 珠的这神珠和这个人呢 就变成了那个圆圆的一个火球了 两颗这个 两个这个圆火球 一个是黄山 这个黄山上的这个发光 一个是白光光的 这样的 那么他们都升到这个天上 天空了 那这两个呢 天空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 地这样飞转 天上这样飞转 飞转 那么人们这个 睁眼一看呢 地上什么东西都有了 一看睁眼一看 地上什么东西都有了 从此人们把这个 那个白火团叫做太阳 把黄的那个黄火团叫月亮 就这样 的一个神话 这类神话呢 将这个日月星辰 等这个自然的物啊 把这个日月星辰 这样的一些自然的一些现象 自然物 交织在一起 进行了一些解释 这样的 其中既有这个人格化的一些 神 也有神格化的人 就是说他把有时候把这个 神灵说成是跟人一样 就是把神灵啊 这个神也人格化了 但是有时候把这个人呢 说成是一个 说人突然变成了神啊 这么的 所以是把这人也神格化了 这样的 通过这种把人的神格化和这个神的人格化这样的方式来这个把这个人神结合 这样把人和神结合起来 这样反映了这个像这个余国族啊 这样的一些宪民啊 凭借这个 直接的这个 靠这个直觉啊 来观察世界 认识事物过程中 一种物我部分的一种原始思想 他把这个物和人一体化 这样的一个比较混沌的这种 一个一种思想思维 叫原始思维 不像跟我们现在的思维一样很明确 物就是物 我就是我 他们的观念之为 就是通过这种神话呀 把物我不分 这样的一个一体化了 那么这个 我这个三晚教的这个天地开辟神话呀 往往是把这个天地的形成 这个把它这个天地的形成啊 说成是一种某种神灵的创造 这个天地形成啊 不是自发产生的 他们觉得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神话里头啊 天地不是自然的 不是自发产生的 它是一个某一个神 每一种神 天和地是都在一块的 不分的 像一个一团浮动的云彩 天地和这个都在一块 或像一个浮动的云彩 漂浮不定 这个一个混沌状态 然后这个混沌状态呢 那个过了许多年以后 宇宙呢 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个明暗 昏浊 清浊 这样的一个分 这样的一个明暗和清浊的一个区别 所以它有些清清的物体呢 属于阳性的 属阳 上升为天 这样这个清浊明暗分开以后啊 就是清的部分 比较清的一些部分呢 是属阳的 它上升为天 那么安浊的部分呢 物体呢是属于阴的 那么它的阴的东西呢 下沉 下沉变成了地 这样就说 天地就开始分开了 后来呢 这个天上又这个 出现了这个 以这个七星天为主 它这个 天上的很多 天里头分了很多的天 那么其中主要的一个天叫七星天 这个出现了一个一些 以七星天为主的一个天 各种天 然后呢 这个东方 说有44个天 西方呢 有55个天 这样的分类的 然后其中呢 这个这些很多的神呢 这个 西方的55神 这个东方的44神 是由这个 同意的一个叫 由商天 商天来主宰这个一切 商天是最有权力的 它要管理这个 各种其他的天 所以这个呢 这个天神还巩固了 这个浮动的大地 洒下了草木 天神后来又管这个 把大地给固定住了 因为原来是说浮动的嘛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大地给固定下来 以后又洒下了一些草木 这样的就是说 在这样就解释 这个天地万物的起源 这个怎么起来的 形成了 这样的一个神话 像这个神话里头 所讲的这个 最初啊 天地不分 混沌一团 等这种情节啊 跟其他一些民族 对一些 许多民族的开辟神话 是比较相似的 但是呢 我们经过这个分析以后 可以看出来 这个 把这个天呢 分成这个东方的44天 西方的55天 这样的一种 分法 这种观念 它是跟那个 反映了这个蒙古族 撒满教的一个宇宙观 因为它这个 我上次也提到了 这个问题啊 就是蒙古族 这个蒙古族 这个撒满教观念里头呢 天神 也可以说有这个99个天神 那么99个天神里头呢 它分成这个 东方的这个44天 和这个西方的这个55天 这样的一个分法 那么这个神话呢 里头正好反映了这个 这说明了 这种这个神话呢 这个天地 这个天地开辟神话 蒙古族这个天地开辟神话呢 跟撒满教的宇宙观呢 有密切相关的 它的一些理念 它的一些内容 是来自这个 撒满教的一些观念 那么 所以这个 就说 这个神话呢 除了天地开辟 形成是自然生成之外 其他的类万物的体验是 认为这个 其他的万物 万物的体验呢 是一个 九十九尊天神的 共同创造物 所以这个 这种 因为这个蒙古族 这个原始宗教 这个撒满教信仰形式是 一个天神崇拜 他们认为 形形色色的这个 天神呢 分别智慧着自然 与社会的各种的现象 所以最后呢 把人类和自然万物 人间的 祸福 吉凶 均 都贵于 贵于这个 九十九 腾格力神 腾格力就是天 这个天神 通过这样的一个神话的分析 像这个 开辟神话 充分体现了蒙古撒满教的 天神观和 持这个天神伦理化的 就是天神伦理化 这个蒙古族的撒满教里头 不但把这个天神分成这个 东方和西方的不同方向的天神 然后认为这个 西方的55个天神是山神 山的天神 他是做好事的 东方的44个天神是做坏事的 这个恶神 恶的这个天神 所以把这个天神的他们 加以这个伦理化 可以按照 人类的这个价值 标准来给他分类 所以呢 这方面呢 一方面呢 神话呢 就是受到这个撒满教的 观念的影响 另一方面呢 撒满教本身也需要这个 神话来作为依托吧 就是撒满教的往往 接触这个神话的一些母体 以这个神话故事 作为载体来 很形象地表现 他撒满教的思想观念 撒满教的一些观念啊 这个宇宙观啊什么 是稍微比较 是一个比较抽象层面的一个问题 那么把这些观念 为了更好地让人了解理解 他要通过一些很具体的一些例子 具体化 很形象地把它表述 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神话呢 这些开辟 天地开辟神话呢 正好是以很具体的 很形象的方式来 把这个撒满教的观念 和一些理念啊 这个传输给人们 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不仅是这个蒙古族 或者俞古族 这个一些情况 在这个北方民族 特别是这个爱尔泰语系的 这个少数民族的 撒满教体系里面 都有一些这个 解释这个天地分开 宇宙形成的这种神话 比如这个满族的这个撒满教神话里面 满族这个撒满教神话中讲啊 像这个满族的一个特点呢 它这个开天 这个天地开辟这个神话 基本上和这个人类起源神话 和这个祖先历史神话 融为一体了 一般来讲 这个不少民族呢 天地开辟神话 主要是讲这个 自然界 这个自然万物的起源 形成啊 这样的一个 解释这样一个形成过程的一个神话 那么人类起源神话呢 主要讲这个 人是怎么来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人类是怎么起源的 这样的一个神话 那么这个满族的撒满教神话里头呢 把这两个部分 有机的结合起来 融为一体了 比如这个 像这个 收集到的一个 浑村 这个浑村地区的一个 流传的一个 创世神话里头讲啊 这个神话比较完整 一个 创世神话 在这个神话里头讲 这个 从前 天上 地下都是水 像一片大海 这个天上 地下呀 刚才那个神话里讲的 天地之间一片黑暗 这个满族这个神话里面讲啊 天上和地下都是水 像一片大海 那么人类在水中挣扎 因为它全是水啊 人类都是在水中 这个 比较挣扎 这个 为了生存呢 都在这个 这个水里面 那么这时候呢 一直这个 小海豹 救出了一男一女 这样的话 就是说 人类苦难呢 就都在水里头挣扎的时候 他去这个 救出了一男一女 这样的话 就是人类才得以 绵延 就是 一直 就是延续下来了 在这个神话里头呢 也经常讲这个 比如这个 遇到一个自然灾害 洪水啊 什么 一个灾难的时候 往往就 剩下一男一女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他这个 就是说 他让这种神话呀 也是很有这个逻辑的一个 逻辑上的一些 前和关系 他要是就剩下了一个 两个男的 他也延续不下来 人类 两个女的也不行 所以他就跳这个 一男一女 那么这个男女结合 才能把这个人类啊 这个 翻延 这个延续下来 那么这个神话里头 正好反映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 其他民族的一些神话里头呢 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往往遇到一种灾难 自然灾难 或者是灭亭之灾以后呢 最后生下来 一男一女 那么他们的子孙呢 后来繁衍 变成了这个的泪 等等 或者是壮大成一个 某一个民族啊 这样的一些 后来这个故事 神话里头又讲了 然后天母呢 派一个英神 英神妈妈 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一个 生育神 叫英神妈妈 那么这个英神妈妈呢 叼走了他们俩的一个 一个女儿 然后天神 把这个英神妈妈呀 把他 把他女儿 这个抢走了以后呢 补鱼城 这个养成啊 这个养成为人类的 第一个萨满 对 把这个 一男一女 所生的一个女儿 让这个 这个英神妈妈 给带走了 带走了以后 他把它给 养成一种 人类的第一个萨满 但有一天 这个 有一次这个 当英神妈妈呢 不在的时候啊 一群思维妈妈 遮盖了他 然后呢 使他免造着猛兽 毒虫的这个伤害 那些被洪水 吐没的人群中啊 有一部分 变成人 人身语兽的一个 叫德利克 的群体女神 把这个 这个群体女神呢 把光明和这个幸福 送到了人间 这样 后来呢 这个大地 这个地 地动了 这个大地啊 又动了 后来呢 到处是白色的冰 然后呢 这个其中一个 俊修的一个 叫拉哈女神 一个女神 叫拉哈女神 看到的天的脑 脑袋上 长出了一个叫 一个叫七七丹 七七丹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东西 头上长了一个 这么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长的这个 像肉丝里头啊 它这个 里面住着一个太阳 里面住着太阳 然后就 就把它 这个牵到嘴里以后呢 送到人间 后来它呢 却变成了一个怪兽 叫这个怪兽 叫这个 托亚拉哈 托亚拉哈 然后它带来的这个 光啊 滋养了全部落 这个 因为它一个 光这个 需要的力 需要这个光啊 火呀 然后这样就 培育了子孙 他们坚冻得像 小鹿一样 绷绷跳跳 这个神话呢 就讲的 比较生动吧 一个这么个神话 那这个神话呢 就是将 把这个 这个神话的特点吧 就是天地形成 和这个人类的起源 以及这个 撒满的由来 等几个问题 都结合在一起了 除了这个天地开飞神话以外呢 跟这个 撒满教的神话里头 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比重 占很大比重的神话 叫自然崇拜神话 下面我再 讲一讲 这个 这种自然 撒满教中的一些 自然崇拜神话 这种神话呢 不像从这个 刚才讲到这个 天地开飞神话 往往是动态的 就是说 天地是怎么形成的 从这个 这样的一个 动态的过程 去去 讲这个 天地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个 自然崇拜神话呢 不像这样的一个 天地开飞神话一样 从动态的角度 解释这个 天地形成的 这样的一种神话 而是从 它往往从这个 静态 静态的这个角度呢 对这个 自然 万物进行 这个超自然的 一种形而上的 这个神秘解释 所以这里这个 神话呢 主要以这个 它的特点呢 就是思维特点吧 就是以混沌律 叫混沌律为 这个思维特征 这个混沌律啊 这种思维的方式 就是整个神话 结构中 就关传着这个 撒满教的 这个物我合一的 这种 互生意识 这种互相渗透 物就是我 我就是这样的 互相 这样的一种 叫互生意识吧 这类神话中的 这个主要 主神呢 往往 既是这个 自然力量的代表 同时又是 这个社会力量的 这个代表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 这种神话 主神的身上呢 在他身上呢 体现着这个 双重的神格 双重的神格 也就是说 一方面代表 这个自然力量的 这个 一种神 同时呢 也是一种 代表社会力量的 一种神 这么一个情况 以这个 太阳神话 为例 这个 比如这个 何者族的 这个 有一个 神话呀 叫射太阳 这个 射太阳 这个一个 这个 这一个神话里头 讲的是 这个 天上原来 有一个 有三个日头 就是说 有三个太阳 三个日头 使这个 大地上的人力 无法生活 有这个 因为这个 三个太阳 在那上面照着 比较热 就是说 然后有一位 摩尔根 这个摩尔根呢 就是在北方民族的一些 很多少数民族的 故事里头 或者英雄史事里头 经常出现的一种英雄 像蒙古语里头 摩尔根是 比较 射箭 比如打枪 或者是特别准 可以说 神剑手 或者是神枪手 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 很多北方民族的 这个 英雄史事 故事里头 有这个 他的英雄 往往叫 摩尔根 这个 摩尔根呢 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英雄 走到海边 他走到海边以后 用这个弓箭 射下了 二日 把另外两个太阳 用弓箭射下来了 然后就留下了 一个太阳 那么 到现在为止 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 仍然能说是 看见这个被射下的 两个太阳 人们把它称为日耳 就太阳的耳朵 这么个 这是比较短的一个神话 但是也是一个 讲了一个 摄太阳的这么个神话 所以